有一位六十九歲的路上 因為發燒三天 還有一個維冠貴生區都疼痛的症状 到新台北醫治醫 確實是天高熱 結果治療兩禮拜以後時中他出院 醫生也有說 因為這最近的天氣不是會落後 如果沒有落後的時候 這天氣就非常熱 這是天高熱族行員的高峰基 也提醒大家要提高警告 登高熱小青天高熱 有叫做長骨熱 高峰基通常在下秋 肢脂溫暖濕的地区 是一種最優惠的美妄 來加來感染到天高熱 北斗的激辛團人一百 帶有登高熱病毒的蚊蟲叮咬到之後 會罹患這樣的疾病 那常見會有發燒 全身肌肉痠痛 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倦怠以及起紅疹的一個情況 如這邊所示這樣子 特別是在發燒第三四天的時候 每天都可能高燒到三四九到四十度 那發燒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紅疹 那特別要小心的部分 是說少數的病人 特別是年紀大的病人 有可能會引發重症 導致全身性的出血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呢 都可以安然度過這次疾病 感染到登高熱病毒之後呢 我們的寧血功能 血小板的功能會減弱 所以會導致類似像出血點這樣子的 不同的紅疹這樣子 大部分在發燒第三四天 有些患者是第三四天 有些患者是退燒之後 因為平均我們會發燒五天 會發燒五天 那前五天呢也是重要傳染期這樣子 在這個時候如果蚊蟲再叮咬到你的話 是可以把這樣的病毒傳播出去了 所以特別是發燒後的前五天 要特別注意防蚊 避免蚊蟲呢 把這樣的病毒傳給你的家人這樣子 以及集市就醫治療 都可以優候檢測到天高熱的 白發率和傳播的方向 記者擔心擔心擔心彩鳳伯博德